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2日 星期一 這一節跟大家講一下國際的新聞 這個叫做 中國大陸被日本取代 取代什麼事呢 原來跟比爾蓋茨建新型核電廠 我們上一節跟大家講了中國大陸現在好像永久消失了兩個字 叫做謙虛 我想不是去到這個中共政權的瓦解 我想這個中國人都很難回復 會擁有這兩個字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平時講謊 假大空 其實呢 開頭 可以拿到一點點好處 但是去到 繼續發展下去 去到中盤 或者去到 後段 其實所有人都會發現 你說的話就是謊話 好了 這個很明顯的一個就是假大空的壞處 為什麼中國大陸可以這麼有系統 假大空了這麼久呢 真真正正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國家級政權 在那裏保護著這些謊話 這個就是真真正正的為什麼中國大陸 搞假大空 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和後果 因為他那張單就有人埋了 幫他埋單的 就叫做這個 全世界 所以這個是一個結構性的一個 謊話老千集團 這個就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就叫做中國共產黨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理由呢 中國人在中共治下有機會回復謙虛的 當整個世界都是講謊 假大空拿到好處 的時候 就不會有人謙虛的 個個就在那裡吹水 個個就在那裡怒作 個個就說自己呢 跟官員 跟這個政治局常委 有什麼關係 所以有時候呢 就是人性的弱點 人性的扭曲 就真是來自某些東西的扭曲 某些東西的扭曲 就將全部人一起扭曲 好了好像差遠了 但實際上呢 都是相關的 因為呢 到最後這個世界都不是個個所的 去到要起 核反應堆 如果跟你中國大陸合作 還得了的 你每樣東西都那麼危險 你的政權又危險 你的技術又那麼危險 好這節呢 繼續跟大家詳細講之前 請大家繼續留意 新的支持六部曲 記得幫我們打開 節目清單 幫我們無限的播放 我們呢 繼續呢 所有節目呢 就被黃標 禁制 是的 我們最新發明的 就是上載的風景片段 根據我們的測試 風景片段 竟然大部分都沒有黃標 所以我們接下來 可能會行使這個 娛樂無控政策 就是幫大家播放風景 讓大家看風景 幫我們無限的播放 無限的看廣告 好了 不知道成效如何 我們也要做實地測試 才知道 所以現在變成了 就是我們的節目呢 正常節目全部被黃標 風景節目呢 沒有黃標有廣告 所以大家 集中火力 幫我們看風景的 節目 看裡面的廣告 我們嘗試一下 這樣的方式 有沒有辦法 掙扎求全 所以請大家幫幫忙 也都請大家 打開我們的 Rumbo 我們現在沒有掌握 Rumbo的實際運作 好像 它有一條特定的link 你要經過我們refer 去登記 才會令到 我們那個 Rumbo 會有盈利 但我們還沒有研究出來 但是無論如何 請大家 先開了Rumbo 戶口 我們已經將部分的影片 上載了 去Rumbo 戶口 好了 第三 第三頻道 就是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呢 已經累積了 差不多接近足夠的時數 有些網友跟我們說 已經看到有廣告 在第三頻道出現了 但是呢 我們還沒有申請到 賣廣告 所以呢 也都要 申請完之後 看看可不可以 在那裏 就是爭取盈利 好了 以上就是我們在試幾種不同的方式 希望大家 支持我們 繼續營運 繼續 運用這個混合模式 繼續廣播 當然也都希望 有能力的你 繼續訂閱我們的Patreon 訂閱了Patreon 應該請你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本台 繼續廣播 好 回到來 講這個核電廠 根據日本 讀賣新聞 他就說這個日本原子能機構開發研究機關 叫JAEA 就決定跟30重工 就會跟比爾蓋茨 旗下的公司合作 他們 會在美國的 淮俄明州 興建一座 最新高科技的核反應堆 這個核反應堆 可以說是一個新一代的 核能發電廠 這個報道 引用了多個 匿名的消息來源 就說雙方 就會最早 在1月 或者這個月 就會簽合作 這個 JAEA 和30重工 將會 提供技術 用日本的技術 幫忙 興建 新型的 核反應堆 比爾蓋茨 整這個核反應堆 成立了一間新的公司 叫做 泰拉能源 Hotero power 原本這間公司 打算跟中國大陸的公司合作 興建 興建的 新式反應堆 叫做 核反應堆 英文叫做 Letrium Reactor 又或者 正確點的名字 叫做 冷卻式 快中子反應堆 很多人對這個 未必有興趣 我再詳細講 都可能會收線 不過不要緊 我簡單講幾句 簡單來講 就是新一代的核反應堆 最大的好處 就是 根據理論 生產出來的核廢料 能夠減少 大家都知道 核能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洩漏輻射 還有要處理核廢料 因為核廢料 你拿去生產完電 核廢料本身是有放射性 放射性的物質 有輻射的物質 對地球上的生物 有重大影響 所以 輻射就變得很麻煩 所以到今天 這個核能 都不是完全算是 環保能源的原因 嚴格來說 因為 他還未真真正正可以做到 真正保護環境 因為核能 就會產生大量的 核廢料 所以一講到 核反應堆 全世界都充滿著爭議 因為大家都不想 把反應堆 蓋在自己附近 因為大家都怕反應堆出事 台灣早前四個公投 其中一個公投 是關於 其中一個反應堆 到底應該繼續運作 還是應該各自 做了新的公投 所以大家就知道 反應堆 對全世界來說 都是一個 很受爭議性的 物體 好了 講回 原本 美國設立的 新式 立反應堆 原本 打算跟中國國企 中國 核工業集團 合作 這行計劃 好了 但是後來 因為 特朗普 年代 對中國大陸 發出限核令 所以到最終 就是要各自中方的合作 到最後 改為跟日本合作 跟30重工合作 好了 另一件事 要講關於 新式反應堆 的內容 就是原來 新式的反應堆 比起傳統的 核反應堆 核發電廠的分別 在於 核級別不同 他用的 濃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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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普通 那個氫水式反應堆 那個濃縮油 就更加 比濃縮油 有什麼壞處呢 簡單來講 就是更加容易 將它提升 變成核武 所以如果推出 這一種 新式的反應堆 就變相 就變成 核子擴散了 你每銷售一個國家 這個新式反應堆 都有機會 令到新式反應堆 成為核武的研究中心 當然中國大陸 早就已經有核武了 美國要禁止 跟中國大陸 就著這麼敏感的科技合作 所以到最後 整個工程 就交給日本 處理 將中國大陸 擲在一邊 一講起三靈重工 就看到很多網民研究 到底是否應該 幫襯三靈重工 說得香港人 三靈重工 有一間子公司 應該有一間子公司 叫做三靈電機 三靈電機 應該是你想幫襯那個家 因為三靈電機 才是買的產品 是我們正常普通人 就能夠買到的 應該 三靈重工 我們現在應該 就買不到他的東西 三靈重工 其實近乎是一間 軍工企業 跟英國航太 都差不多 整 就是飛機 整就是 軍艦 整就是 火箭 如果我們有朝一日 香港有能力 光顧三靈重工 買東西 我相信 香港國 就已經成立了 其實 我們都很期待 有這一天 我們所以經常看國際新聞 經常會見到 軍售問題 尤其是 這個跟中國大陸 現在 對著幹得最厲害的 當然就是 中華民國 就是台灣 台灣 其實台灣人口 不是多過香港很多 台灣是2000多萬人口 香港 都有一輩子半 其實 我們都講過了 香港作為一個國家 作為一個單位 香港的人口 比這個世界上 很多國家的人口 還要多 所以 香港如果真是 能夠獨立地 成為一個國家的話 其實香港 和香港人的財富 絕對足夠 買大量的軍備回來 我們不妨向著這個 夢想進發 好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講到這裏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繼續幫我們打開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好 我們這一節講到這裏 我們在接著